在武俠小說裡面,經常都會描述到有些神秘的術士擁有匪夷所思的飛天遁地之術 甚至可以瞬間隱形,在被敵人追捕的時候突然消失於蒙影目中 原來這些江湖秘術都不是虛構的,而是有根據真有其事 究竟這些這麼神奇,違反了現代物理學的秘術真相是怎樣的呢? 本節目將會逐一揭開中國著名失傳的秘術五頓隱身術的秘密 大家好,我是善非,敬請支持本頻道的高質解密製作 歡迎點讚、留言、分享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又或者加入善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知道更多神秘解密資訊 隱身術,在中國法術裡面,一門有關怎樣隱藏身形 以作掩護行動的秘密技術 這門技術,最適合用於潛入敵方的陣地,脫離險境 或者是避過敵方的防守或者去追捕 簡單來說,就是運用一些秘技,令到敵方,你看不到 而進行一些秘密的任務 所以古代的間諜、刺客 或者是一些懷有秘密企圖的江湖術士 或多或少都會學習這門技術的 隱身術,證明叫做五頓隱身術 又或者叫做五行大頓術 後來傳到去日本之後 當地的術士再加入暗殺術、藥物術、暴行術、拆氣術等等 而絕佔變成忍術 忍術的日文發音 與中文的忍術非常相似 反映兩者的關係非常密切 由於術士都嚴守本派的秘密 再加上刻意的固弄懸虛 和愛奸人誇大圈掩 變成以惡傳惡 令人對忍術或忍術產生了一種神秘目測的感覺 逐漸變成一種傳說中的妖術 五頓隱身術 分為金、木、水、火、土五大頓術 術士除了平時要勤於練習之外 都實際行動的時候 其實是事先要準備很多功夫的 例如要事先去到場地 視察所有環境的細節 準備要用到的用品和道具 繼而制定多套的逃走方案 並非好像傳說中 一念過密就 結果古靈精怪手印就可以飛天頓地 甚至突然隱形消失 這麼神奇 本集內容主要是根據 梁廷博士在1983年所著作的 《江湖秘術》這本奇書 裡面所提供的資料而編制 五頓隱身術志金頓術 《金頓術》原本的意思是 利用一些金屬的物件 作為逃脫的工具 因為很多工具甚至武器 都是有金屬成份的 不過只要達到同一目的 其他非金屬的用具 也都可以運用在金頓術裡面 其中一個逃脫悲技就是 術士事先需要在預計好的退路 保置一個簡單的陷阱 例如在一些火門 或者是一些窄巷 這些狹窄的路口 就可以利用兩塊磚頭或者任何物件 放在路口兩邊 上面放一把塗頭 或者是泥扒之類的工具 術士逃走到這個位置之後 因為早有準備 就會跳過這個陷阱 但是後面的追兵 通常只會專心看著要追的人 而不會留意到地下有這個陷阱 尤其是在黑夜之中 他們很容易就被擊倒 甚至因而受傷失去了再追捕的能力 除了用泥扒塗頭之外 也都可以用掃把 甚至是用一條繩綁在兩條柱之間 也都可以達到同一效果 這些陶頓術看來好像很簡單 也都沒有什麼神秘感 但是就非常之實用 所用的工具也都是日常的用具 隨手可得 不會令人懷疑 另一種金頓術的工具 就是三尖釘和鐵質泥 三尖釘就是利用一些鐵皮 剪合成好像金折塔形的鐵釘 當將這些三尖釘拋在地下的時候 其中必定是有一面是尖角向上的 鐵質泥是古代一種軍用的兵器 有四條突出來的鐵刺 長約幾吋 一拋到地下 就必定也都有一條鐵刺是向上的 也都可以利用幾條鐵刺 可以扭曲成一個立體聲臟型的鐵釘 就好像草本植物 質泥那樣 所以這種兵器就叫做鐵質泥 鐵質泥原本是軍方用於防守陣地的 有大有小 有專門對付馬匹 也都有專門對付人的 很多時更加會逃上劇毒 然後散步在交通要道或者是陣地附近 鋪以一層亂草染色 敵人的兵馬一旦踩到鐵質泥 輕則會受到重傷 重則就會在短時間之內斃命 而忍生術的術士 也都事先在甲闊綠的退路上面 鋪滿這些尖釘就以亂草染蓋 當逃走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跳過這個尖釘陣 而後面追到來的追兵 不如有詐就會踩到這些尖釘上面 被尖釘刺穿腳底 而其他的追兵也都不知道亂草裡面 還有沒有埋藏其他的尖釘 一時間就不敢再追上去 術士就可以乘機逃脫了 這種原本已經失傳的隱身屬暗氣 在2019年香港的動盪時期 竟然從現江湖 有人在地上灑滿鐵質泥作為路障 也有人見到有一身黑衣打扮類似忍者的人士 將一代以交行和長鐵釘自製而成 類似鐵質泥的暗氣由天橋灑向地面 以阻擋警方的追捕 這種自製暗氣的概念 似乎也都是來自五頓隱身術 另外金頓術裡面也都有其他特殊的用具 例如這種以馬尾模編織而成的索梯 承索的一端 綁著一隻有四個歐的鋼爪 鋼爪其實是由兩片鐵鋼造成的 可以隨時拆開或組合 方便隨身攜帶 繩上面每隔兩尺就綁著一條 長約三寸的鋼枝 實是在潛入敵陣或逃走的時候 將承索拋向牆頭 樹枝或屋頂的梁上面 當鋼爪勾住任何物件的時候 術士就可以用食指和中指扣著鋼枝 在牆上面爬上爬下 令人以為他們有一種非蟬走壁的本領 五頓隱身術之木頓術 木頓術就是利用樹木 或者現成的木製器具 達到掩護、逃脫 以至潛入敵陣的秘術 小心 其中一招叫做非道術 在很多武俠小說裡面 是一種可以飛越樹林河流的輕功 而實際上 其實即是現代的池缸跳 屬士手持一支長的燭光 往往輕易可以跳高到一至兩丈的高牆 或者是用來跨越一個長距離的障礙 例如 屬士會事先準備一支長的燭光放在河流旁邊 遇到有追兵的時候 術士就會利用這支長的燭光 以池缸跳過方式越過一條河流 而後來的追兵 唯有眼光光看著術士在對岸逃走 從前在中國一些傳說裡面 有所謂一跳過河的輕功 其實也是只不過利用這個 池缸跳過方式的秘術來的 尤其是在黑夜之中 追兵看不到一支長的燭光 以為術士懂得輕功 一跳就過河流 另外一條長而夠粗壯的木光 亦都隨時可以變成一支過長梯 方法就是把木柱斜放在牆上面 下面有兩位術士穩住木光 第三位術士就沿著木光爬上牆上面 輕易可以爬上兩三丈的高牆 此外在野外或者是有大樹的地方 就可以爬上大樹上面 利用樹幹和樹枝作為掩護 在這張照片裏面 就有一位術士利用了木頓法 隱藏了他的身形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在哪裏呢 而現代的特種部隊 亦都好懂得利用樹木來掩飾身影 其實就是一種木頓術 木頓術除了可以隱身之外 傳到去日本變成隱屬的時候 更加演變成一種殺敵的秘術 1982年 張設導演拍攝的一齣電影 五頓隱藏裏面就有一幕 描述日本隱藏者扮成一棵樹 趁敵人不察覺的時候 從後以鐵爪爪傷敵人 而電影《第一滴血》裏面的Rambo 亦都曾經以樹木來掩飾身影 然後趁機從後殺敵 木頓術也都包括利用柴堆 和草堆 長草蟲或者小樹蟲作為掩護的 當躲在和草堆裏面的時候 是有特別的姿態的 就是伏在地下 頭部向下 背部彎起 那就較容易呼吸到空氣 如果躲在長草蟲裏面的話 就要重量坐下 雙手再拿著兩堆草蟲 放在肩膊上 在外面看來 就和一堆草沒有分別 另外 在一些窄巷 或者狹窄通道裏面 放置的一些木器 木棒或者是竹坡 看來很平常 其實很可能就是 屬士 先佈置好的一些逃走的障礙物 例如 這一堆竹坡 好像雜亂無章 其實是事先經過佈置 當屬士逃走的時候 只要順手將樹枝一拉 全部竹坡 就會即時倒塌成為一堆障礙物 後面的追兵就要花一大段時間去清理 才可以再繼續追趕 而術士就可以趁機逃之夭夭了 以上金頓術和木頓術兩種秘術 揭穿了 其實都是一些經過巧妙心思設計的 逃避和藏身策略 並無什麼神秘之處 但是江湖傳聞 往往就會將這些秘術神秘化 變成具有神秘力量的法術 而接下來的水火土三種遁術 更加令人覺得神奇 當中的術士 不單止可以飛船走壁 更加可以突然消失 入場隱形 甚至遁地飛天 究竟當中又有什麼玄機呢 只可以透露一句 巧妙絕倫 敬請繼續留意 五頓隱身術揭避下集資 飛天 頓地 隱形術 講到學法術 善非年輕的時候 曾經遇過世外高人 我有緣被他選中 傳授絕世法術 話是有一次 我挑戰一位街頭魔術士 我跟他進來的房間 他繼續繞這些魔術給我看 小孩 知道怎麼變 我可以 怎麼變 如是第一 他玩了幾個魔術 我都知道怎麼變 最後 看完這個 這個 真的很神奇 就是玩踢牌 你說這隻踢牌是什麼 煙柱 他就這樣放在桌上 沒有遮影 你現在揭開來看看 揭開 變成地 好厲害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變 這隻可以教我 這隻很棒 當然可以 不過這隻不是魔術 不是魔術 這隻是法術 嘩 更厲害 外國有魔術 外國有魔術 然後有幻想 那些是法術 我想學魔術 不是那些是法術 不是那些是法術 那些是法術 他解釋 其實他們是一個 師傅派他們來 尋找一個有緣人 尋找一個有緣人 尋找一個衛根 和對這方面有引趣的人 傳授這個法術 他說他們的法術很厲害 他說普通人學了 最初級就是玩這些法術 另外呢 你可以 靈空令一個鳥仔 跌下來死 例如一棵樹 在上面 曹鑾巴巴 你可以指一指 他就會跌下來死 我說 我不想學這些 我想學魔術 其實有很多種法術 他說他師傅還可以飛 就是飛 要搭船過海 不用高鐵那些 不用加那麼多 問我 有益 難得有緣分 我們有限 找幾個 找幾個 好像你們那樣的人 究竟 閃非最後有沒有跟這位高人 學習絕世法術呢 欲知詳情 請加入 閃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 所有絲襪彩蛋 指多些神秘事件的真相 閃非解密 是香港罕友爾 講解神秘現象 再加科學 及理性解密分析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節目的話 請繼續支持 閃非解密的製作 除了like and share 本頻道節目之外 更加歡迎加入 閃非解密Patreon 每月 只是請小弟喝一杯奶茶的小費 就可以看 Patreon每月讀響的 各種絲襪彩蛋短片 以及讀響每集節目的 純聲音檔 隨時隨地 收聽閃非解密的節目 有你們的支持 就有閃非解密 做點解一定要找 解密 解釋 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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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